歡迎回到台灣大搜索 說起台商在大陸包二奶 20年前就有 深圳沿海城市 甚至有200多棟二奶樓 後來奪產事件不斷 還扯上了兩岸情報戰 讓包二奶的情況退燒 沒想到民國98年底 大陸的飯店發生起命案 死者是被包養的小三 而涉案的竟然是 台灣治療癌症權威醫師黃林傑 要不是刑警找到一個關鍵的證物 紅帕城的無頭公案 你要耗藝術 你通常要丟臉 老實在換右臉了 你怎麼會在小三出來丟臉 大老婆和小三的戰爭 戲劇裡演的 往往是反映現實生活 到其大陸深圳沿海的街頭 居住了數千名二奶 成了二奶村 當地人有錢就蓋樓房 五年內 多了200多棟的二奶樓 他們住這個樓層對不對 他很難住樓上 民國99年 歷事局接觸了大陸公安通報 追氣一名台灣的醫師黃林傑 理由是涉及殺人案 有確實有這個人 然後背景還滿單純的 因為黃林傑當時是國內 治癌權威的機構 核性醫院的醫師 也是治療大腸癌的迷醫 更是遠方重點栽培的迷之心 突然被指控在大陸殺人 被害人是一名酒店女服務生 在她身上有一些注射的針孔 那初步以為是這個被害 被害女子是有施打毒品的情形 大陸的驗室報告 女子此一窒息 身上沒有明顯的外傷 也沒有掙扎的痕跡 注射針孔部分 他們有驗出來 就是有米達斯倫 這種四級毒品的反應 對 那米達斯倫 最近 今年 已經被美國用在做死刑 這是一種鎮靜劑 通常用醫療程序前讓病人安眠 過量會有危險 是否和黃醫師有關還需要調查 葉錦心回憶 由於是兩岸司法的互助 第一期請求台灣協助的殺人案 心事局派大副大陸遼寧 拿到了調查的資料 先生兩人是在葉總會認識 後來成為黃醫師的惡奶 前後花了300多萬元包養費 就是用當事人給他的錢買的方式 然後跟劈腿 跟這個同居 已婚的黃醫師 98年12月前往了大連 和惡奶住進了飯店台判 隔天黃靈節先回台 惡奶卻暴斃在飯店的床上 你至少要確認 他有來跟被害女子有接觸 還是有來住過這裡 那在這中間他們就提供 他們見識的一些相關資料 好像在裡面採集到了指紋 還有一些微物激證 黃醫師回台之後 沒再去過大陸 期間依舊在醫院看診 作息正常 檢警判讀公案的資料後 認為有殺人的動機 100年1月24號發動了搜索 結果在醫院的辦公桌的角落 發現了一台攝影機 他裡面有影像就是 就是他那一段時間去大陸 在去大陸那一段時間 拍的一些影像資料 我覺得這個滿 滿關鍵的 我覺得這個有需要 扣回去瞭解 果然 有些檔案已經遭到刪除 經過了專業處理 救回了部分的畫面 這一看 不得了吧 警方沒想到 黃醫師靜雲自拍 將捆綁二奶 注射鎮定劑的過程拍下 成了涉案的證據 另外 醫院經過了清查 證實了黃醫師曾經自開處方間 從醫院拿了15瓶密達士輪 通常這樣子的要用多少 會有規矩 通常大概兩次左右 黃醫師最後一殺人罪 判11年徒刑定業 關進了監牢 為了二奶移情別戀 痛下殺手 毀了兩個家庭 以及自己大好的前途 發生在台灣各角落的奇案灌案 中案實錄 以及第52法庭單元 還有什麼是你想看的題材 來關心的話題 歡迎透過臉書 台灣大搜索粉絲團 來告訴我們 我是洪淑芬 我們下週見 好看 我們下週見 還是一直追悔 才往哪兒 連結 我們下週見 我們下週見